Lio聊四季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破爛人對上柏根地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最近我的頻道終於已經來到了一萬人訂閱啦 非常感謝各位的支持 頻道初期到現在也經過了一年 終於破萬了 雖然一直在更新四季地鼓的影片 有點難增加音樂數 但終究還是達到了我的第一段目標了 我是打算破萬人訂閱之後 才會開始做其他類型的影片 才能增加新的觀眾客群 目前我還是會先做四季地鼓的影片 來做一個日個人動作為主 有其他心力的時候 才會去做其他遊戲影片類型 本身我是有家庭的人 所以我還是需要多多陪家人還有父母 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也是可以多多關心一下自己的家人之類的 好 這是體外化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這場比賽的話是波蘭人 波蘭人的話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剛好這是一萬訂閱的時候 來播一下自己最喜歡的文明 也是蠻開心的 波蘭人的話一開始就是 村民是沒辦法回血了 但是到封建時代就會慢慢回血 那他這個魔法會被這個大莊園給取代 大莊園的話在旁邊撒農田 你看這個格子旁邊 這附近撒田的話 就可以農田 蓋好之後 立即縮成8%的肉量 以前是10% 那也被我們一直在說 改個8%會比較好 結果官方真的改8% 我們成功預言了 這個改版 那我們也是預言了很多更新 我們也是說那草原騎兵太難用了 至少要給他一點遠方 他比較能夠去騷擾 那結果這次也是 改成這樣子 那維京狂戰士影片 我們也以前講過 就是維京狂戰士應該要天生給回血 就是給那個金冠科技 結果也真的給了 就覺得好像司機立國的官方 有時候會注意一些我們這些創作者 或是職業選手的意見 去做改動 那我覺得下次改版 目前要改東西 波蘭人我覺得應該沒什麼要改的 因為波蘭人其實已經夠強 他是全能型的文明 不管是打這個強奴 步兵騎兵 其實都是可以打的 強奴還有拇指王 特別強 雖然沒有三防 那騎兵路線也是很強 但是他是沒有三防的關稅 也是稍微nerf一下 所以波蘭人本身沒有什麼太大的弱點 弱點永遠只有自己 自己就是最大的弱點 我的波蘭人感覺是這樣子 那波蘭人挖石頭還可以產生黃金 所以他經濟補正是非常好的 並不會因為你挖石頭造成經濟巨爛 反而可以補一些經濟回來 而且蓋這個大莊園 還可以提供五人口的房屋人口 所以前期的話 卡人口的問題會比較小一點 但這個房子怎麼蓋這麼爛 蓋這個地方農田是不能灑的 這個是各位不能學的一個東西 這個血壓血液你會 長期打下來會很虧的 那波蘭人的話 後期還有這個大洛馬可以用 這個大洛馬金罐 有這個踐踏效果 那銀罐呢 是這個貴族特權 可以讓這個騎士 只需要30黃金的生產 比你出工兵還要便宜 所以破蘭人的話 還是比較偏經濟型的文明 後期在暴兵打 會比較適合他一點 接下來看一下伯根蒂人 伯根蒂人的話 也是經濟型的文明 他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升級科技 所以他可以黑暗時代升級一級目 那到了封建時代可以升二級目 相當的強勢 所以伯根蒂人 通常他會先存一點資源 然後直接上伯根蒂時代 點二級目的一個打法 那這邊就是來看一下伯根蒂升級 會比較有趣一點 那伯根蒂人的話 前期會比較適合打落馬 去騷擾 所以有一些人 會決定不點這個二級目 反正是先下馬 就出落馬先去打架 那有些人的打法 是先把自己圍死 然後出二級目 然後圍死 出強兵防守 然後毛兵這樣子 所以就是伯根蒂人的打法 算是偏彈性的 所以並不是說他 是農的文明 就一定要打農 也是可以先打騷擾 然後進攻的一個做法 好 那這邊伯根蒂是選擇了打刺猴 但是還是有點二級目喔 那他的肉會很極限喔 那如果是這樣打的情況下 二級目要點就要出刺猴 那你就要小心按這個刺猴的時候 不要按到斷存喔 你看這個肉 非常極限 這個是玩伯根蒂人 需要注意的一個小細節 好 那這邊果然出了一隻刺猴之後 不能出了 還點一級 哇他這個打法 挺微妙的你看 大家刺猴就不能出了 很容易跟對方 會有這個刺猴上的數量差距 那如果對方不是點二級 一般文明的話不能點 就刺猴數量很容易壓過來 就像這樣子破爛直接 壓了過來 所以這個伯根蒂人很聰明喔 選擇了出了一隻長槍兵喔 這樣子的話 對方的落馬過來 還可以用長槍兵把對方驅趕走 算是一個不錯的標準示範 那破爛人的話 他很適合打落馬開局 跟工兵開局 那我個人是更喜歡打這個工兵開局 因為落馬的話很容易被擋下來 而且容易出太多 經濟被拖到 所以我個人是更喜歡打工兵的 然後農田直接撒個兩個大中原 然後另外一個大中原 只要撒大概五片田左右 就可以上到城堡時代 然後工兵就稍微按一下 這兩隻蛇猴過來做一下偵查 看看對方在幹嘛 看到挖黃金了 應該是疑似到要上到城堡時代了 那現階段來說 是波蘭的話會有點優勢喔 會比對方伯根蒂人喔 還要更早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主要是因為這個立即收成效果太好了 人家要點二級農二級木 這個資源都是慢慢給的 但是這個農田收成8%效果是立即給的 所以可以更快的上到城堡時代 好那忽然這邊還有小小挖石頭 這邊挖石頭不太確定是要幹嘛 應該是要在這邊蓋體系吧 但挖的時間真是偏早 而且沒有蓋這個採礦營地 好 伯根蒂人這邊也要點一下城堡時代了 兩邊打的算是偏正常 沒有什麼太大奇怪的東西 欸但伯根蒂這邊突然轉射箭場 這個就偏奇怪了 伯根蒂人打工兵開 城堡時代是ok的 但是到地人時代就不太適合了 他的工兵路線到地人時代沒有很強 後期還是要打這個馬上青裝兵 跟這個遊俠會比較適合伯根蒂人還有火槍 那伯根蒂人還有很強的地方就是 他的這個火槍跟火炮傷害是非常高的 增加25%傷害火槍是21攻 火炮是50攻打起來也是特別猛 所以伯根蒂人後期火槍火炮遊俠 這關疾病都是比較適合他的一個路線 那真的不行的時候還可以打這個 佛蘭明革命 還有這個伯根蒂的葡萄園 都是很適合他的後期打法 後來這邊二級農二級木點下 3TC應該會先補 木頭不太夠TC要補在哪裡呢 這邊可以考慮補在這個位置 但是偏外側 這邊直接補在後方木區 OK 那這個破蘭村打的比較保守一點 經濟直接空在家裡 但這個金化就要小心喔 因為他的附近都在外面 所以他這邊可能要先嘗試 插心劍塔或是城堡 先控住一下外面金化會比較好 不然可能會有斷金的問題 這邊工兵過來看到 先照一下稍微驅改 但其實應該會出個少量的 城堡趕快先挖出一棟 那五個人挖死 非常標準 待會城堡可以考慮插這個位置 或是正面都可以 這裡也可以插 這邊超少量的騎士 但聖女直接第一次被點掉 兩隻聖女直接倒地 那殘血的騎士拉走 這邊細節打得還算不錯 但是由於數量還是有四隻的關係 不敢硬打 直接選擇了撤退 這個破爛打得很保守 這個殘血的騎士 還沒有到那麼慘熟就先拉 結果城堡蓋在家裡 這個偏微妙這個位置 他可能是想要守大中原 或是覺得左側偏危險 但我覺得這邊是比較危險 可能插這裡會更好一點吧 或是中間這個地方 這邊補一個城門 我可以防守細節做得還不錯 那待會農田這邊還要再繼續灑 對這裡還要再灑 哇這破爛會玩喔 這個他要把這個土地 弄得很零零盡致喔 這是大中原的一個重點 就是旁邊九宮格 這應該剩八宮格吧 要全部灑滿農田 才可以發揮他最大的價值 好那這邊找找點下貴族特權 直接要來出大量的騎士去騷擾 好那博光帝人這邊現在有 二級農二級木 這邊可以考慮直接散三級木會比較好 這個要打出自己的文明優勢 對自己是比較有利的 但這邊是優先生的這個重裝長槍兵 要來擋波蘭的騎士喔 波蘭確實是對上長槍兵會有點難受 好那他們也知道 兩邊都是馬國對決 那目前博光帝人對上 對方波蘭要有優勢的史帝王時代 所以這邊並沒有選擇 要來直接打這個重裝騎士喔 因為博光帝人城堡時代 就可以升級這個騎士喔 但是他沒有品種 所以其實就算一個小小的buff吧 或補陣之類的 畢竟升級之後會給二攻 非常的痛 而且血量也會多10滴血喔 就是跟品種沒什麼兩樣 好那這邊波蘭直接出了非常多數量 14隻的騎士喔 直接前壓還點一攻 OK這個細節有點 可以的話最好是趕快點下兩攻會比較好 那他這邊騎士爆看到城堡 要繼續走嗎 這邊不太好 這邊這樣打不太好 我覺得現在波蘭要停止出兵了 先點帝王時代 看到對方出這麼多兵防守的話 這邊硬打進去也很難打進去喔 就算真的殺進去了 也不一定可以打到對方的經濟 對方也沒那麼傻 直接補一個大思想 好這邊果然停兵 然後點帝王 但是繼續出這些騎士給對手壓力 那波蘭看到這麼多 然後奴兵跟長江兵的時候 就可以稍微考慮去轉一下這個工兵的升級 奴兵阿 或者是轉這個二級射三級射 就算不出奴兵阿 轉戰矛 現在打這些兵也是非常適用的 好這邊出門結果被抓到 這裡工兵騎士要先撤 這頭兵要先拉回家嗎 這裡有洞想要鑽 我直接鑽進去卡住 但是來不及卡完 還是被對方鎖了起來 很可惜喔 這個鑽鬥沒成功 好那對方這邊沒有帶任何的村民過來 他這邊直接插一座城堡是最適合的 但是波蘭有這麼多的騎士 還是要考慮一下 要不要插城堡 有可能會插不起來 還是讓一些村民走得出來 還是要嘗試阿 這邊可能會有一個大戰 波蘭這邊是急切的 想要趕快先升到重裝騎士 升級還有二級攻 讓他可以把自己最大的優勢打出來 結果波蘭這邊也想插城堡 但是看到對方的工兵直接上高地 而且有疾病的狀態 他要打其實不太好打 這邊稍微收村 射一下 但是這邊城堡直接被人家督了進去 直接督這個高地很難受 波蘭向地龍師帶趕快城堡 然後這些槍兵的 好這邊第一處直接蓋 好騎士要來直接硬上了 還有大概25秒升級才會好 但這邊要不管了嗎 但對方疾病是高地喔 我覺得這城堡不要蓋了吧 直接滴掉了 好滴掉了 OK 好這邊稍微找一下對方的疾病 應該可以找到四隻沒有問題 好一隻 兩隻 三隻 欸少一隻 四隻 OK當然重裝騎士也好 但三攻還沒有好就直接硬上 但現在數量上有明顯的優勢喔 但對方疾病早就已經升級好 二防也下了 所以這邊疾病打這些重裝騎士 還蠻算 還算還是有點給力的喔 並不是很虧的 一個打法 但是重裝騎士現在沒辦法全面展開喔 後方有大量騎士 直接擋在後面那邊發呆 沒辦法輸出 其實有點虧喔 他應該要分兩隊喔 左邊上面一隊下面一隊喔 然後做一個包夾動作會比較好 但也沒有關係喔 這邊很明顯是數量壓制 反正破爛的騎士就是便宜 怎麼出也不會傷到太多經濟 哇 這邊再補下更多的重裝騎士過來 直接擰壓了過去 破爛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但這邊還是要先把對方的城堡給拆除 對行頭司機要趕快出會比較好 但這邊有三棟城堡 出巨頭應該是很快 而且這邊補下三攻了 OK 那這邊可以稍微用少女去補下血喔 但這邊不打算把這個兵在家裡浪費 還是想要出去多搞點事情 看能不能抓到出來蓋挖礦村民之類的 好 但這邊壓力繼續給 這邊三巨頭到四巨頭出完之後 欸這個 巨頭怎麼走出來了 完蛋 這個要趕快跑 好 重裝騎士 這裡有點在送 不知道在幹嘛 有點沒有集結好的感覺 好 上方這邊再看一下 好 結果這邊真的看到對手在偷挖野精直接抓包 好 三攻也快好 好 博文蒂補下三防疾兵 好 博文蒂補下三防疾兵 好 這邊補下更多的大死牆 博文蒂這邊防守非常堅固喔 呃 疾兵也是一再出 應該還是可以輕手擋下這些打法 好 直接轉出三級農 跟步兵的升級 火光蒂這邊打 步兵會有個問題 因為對方有火槍喔 我們剛剛開頭就講 火槍兵攻擊力超高 出步兵出態度會有問題 不如直接轉強弩 拇指環或戰毛兵都很適合 因為對方一定會轉火槍 跟這個弩兵或者是擊兵嘛 之類的 那你現在出轉戰毛跟強弩 其實是更適合的 好 擊兵直接戳爛 哎呀 這些中央騎士雖然便宜啊 但這樣也是太送啦 人家畢竟不用黃金的 好 但有點誤開 甚至有點打贏的感覺 還是沒打贏 可惜 好 回到正面 正面城堡拆除 擊兵直接上 動裝騎士損失非常大的數量 後面勝率直接招走了一些火槍 火槍也是被處理掉 好 但是這邊奧布奇走過來 想要來處理對方的擊兵 看這邊奧布奇被火槍射還是太痛 直接被原地砰砰 我的天 好充的火槍 好 但擊兵真的是擋不住奧布奇的傷害 畢竟人家奧布奇三共已經好了 8加4 12攻 好 這邊有吹到一些 這個火槍還不錯 好 這邊又拉了幾隻騎士 就是想要來硬拆 對方的火槍跟擊 跟劇情投刺 但由於太多擊兵還是只能撤 那伯恩帝人這邊三共也點下了 好 擊兵有三共之後 這些騎士 既然奧布奇可能效果就沒這麼好 好 這邊直接轉出大肉 烈克提克遺產 賠償請起兵的升級 那待會還要再存個600斤 去升大肉 在這邊黃金先暫時不能消耗 讓對方稍微進攻沒關係 拖一下時間也是可以的 現在村民可能要再補一些 要至少補到130村左右 然後再繼續撒農田 把這個農田補到70或是80會更好 好 那伯恩帝人這邊到處採礦開始了 這邊把野金控制的話 對波蘭來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因為自己的金有點難受 這塊金挖完之後還有一塊野金 這應該算是他附金不是野金 這個金還是要搶下來 不然他這邊很快就會斷金 沒者 好 但是 波蘭 還可以再測一下 對方火炮出一台 然後加上均一頭10機 OK 砸到 完美 我剛剛想說這個是不是要中了 好 那繼續打這個分線 波蘭的觀念非常好 直到這邊被銀柴 其實就要到處繞 稍微去抓一下挖野石的村民 但左邊還沒去抓 但是大羅馬已經升級好 血量100滴血9加4 所以現在有踐踏效果 那這個踐踏效果只要數量一朵 其實連對方疾病都可以踩過去 所以只要足夠弱量 硬換的話 還是稍微可以打下疾病的 雖然可能效果不是非常好 還是要轉攻兵 強奴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 這邊繼續用 巨尼頭10機反擊 但蝦米想要插進來 欸 這邊門補一下 完蛋 直接走進來要硬拆 沒有去補這個城門 有點虧 哎呀 尷尬尷尷尬 大羅馬第一時間過來防守 要回頭解一下 所以我就回想回頭插一下 嘿 果然回頭打了一下 但疾病看到後面還有一棟城堡 火力交叉 其實有點虧 不敢繼續打 好 左邊這邊 臭名直接被踐踏了過去 上方的臭名應該也是 要出事了 這個不打一下 三人挖金 必有我是煙 沒人屌他 好 城堡繼續在補高地上 當然這裡已經沒有石頭了 買了一百石頭 黃金直接歸零 佛蘭直接零 一百支援都沒有 四種支援都沒有 哇 用得非常極限 好 但至少這邊強奴已經轉出來 有強奴的話打火槍擊兵都會很好用 好 這邊黃金投資 全部用在強奴上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趕快找個機會點拇指還 OK 騎兵稍微擋住 但是自己的城堡中掉了 好 這邊肉馬想要騷擾 但是城堡直接射爆這些肉馬 哇 沒有三房 吃到劍塔傷害 還有這個城堡還是非常痛的 好 這邊回頭打一下 不過敵人這邊壓力繼續給 準備要來升級遊俠 不過敵人升遊俠是非常便宜的 只要半價 所以這邊升級會非常快速的 就會看到遊俠直接飆出來 這裡也不像拇指環了 好 這邊去偷襪一下野獅 這邊再繼續斷金 哇 這邊臭魚算看到 但是要跑可能有點困難了 哇 砍臭魚非常快 你看這個肉馬 砍得非常痛 好 火箱直接回頭射一下 射這些肉馬傷害也是非常高 火砲應該射不掉 好 遊俠補了下去 好 這邊偷偷挖金被抓包 這邊偷偷挖金被抓包 這裡直接圍好 OK 這邊圍得非常棒 哇 這裡直接奪掉對方的 挖野獅的村民啊 然後自己過去挖 非常關鍵 有繼續黃金補給的話 強無可以繼續出之外 肉馬繼續頂 那木頭再補一下 待會還是可以繼續打得贏了 這邊想要挖對方的資源太兇了 臭命全部往外拍 好 直接在人家上方蓋一棟城堡 那這些火槍依舊是難解肢體啊 大洛馬繼續集結 這裡可以做個包夾前後夾攻 後面包一隊 正面包一隊 強弩也出門 哇 32隻強弩 其實數量夠了 好 大洛馬第一時間想要直接阻斷 對方回城堡的路線 想要能阻止對方回城堡 這一波全部包掉 大洛馬踐踏 全部殘血 哇 你看這個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就算沒有被攻擊到的 火槍兵野 以及損失了三分之一的血量 這裡再過來繼續扁 哇 這一團火槍直接吃掉 是一個巨大的勝利 波蘭人突然一切之間 反擊成功 強弩也不管城堡 直接走了過來 現在要來幫忙射這些疾兵 雖然還是被城堡打很痛 但是後面的巨型頭 實際已經在輸出 想要來拆除這個違劍 後方的遊俠來不及趕到戰場 直接被逼了回家 這裡要配一些大疾兵會比較好 但洛馬現在無處亂竄 也沒有在控 這也不用控啦 直接一直攻擊 一觸發這個践踏效果 就可以做到他應有的傷害了 哇 你看這個践踏效果 連打遊俠都特別好用啊 忽然後期沒有黃劍的情況 用這個大洛馬是非常凶狠的 好 這邊直接點爆了對方的城堡之後 自己也補下來了 這一棟關鍵城堡 這個城堡蓋下去之後 這個金用人拿了回來 看起來波蘭人要穩穩的拿下這場比賽了 柏根蒂人反則是黃金帶回不足的狀況 而且遊俠現在出還被對方波蘭這邊包夾 這邊大洛馬践踏效果非常好 直接把這些遊俠給直接吃掉了 哇 柏根蒂人打出了GG 這個大洛馬真的是跟鬼一樣啊 好強好強 數量夠多就是特別的舒服 好 那黃金這邊全部拿回來 上方這裡也是啊 這個石頭也拿下 這個看起來波蘭人有點失散了 火槍直接被毒掉 大洛馬直接反撲回去喔 相當的關鍵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應該是由波蘭拿下最高才對喔 直接拿到四萬肉 多了一萬肉 這一萬肉就大概多了 大概一百多隻的肉吧 大概一百二十隻 一百三十隻的肉嘛 是三聖物 那黃金的話也是稍微多一點點 因為畢竟波蘭挖石頭也可以產生黃金喔 而且聖物也比別人多的情況下 黃金也是贏的 柏根蒂人這邊雖然木頭有贏喔 但是其他資源都是略輸蠻多的 經濟部分看起來是稍微落後了一點點喔 當然這邊伯恩蒂 我覺得最關鍵的是他上城堡 帝王時代 應該算城堡時代吧 三級玩 一生生完城堡時代 欸應該怎麼講 應該生帝王時代的初期 就可以去點這個雙人居或是中期的時候 因為早點一下三級農三級木會比較好 可能三級農不一定要點 但三級木我覺得早點點一下是比較好 你看他這三級木點的時間有點偏晚喔 我如果玩伯恩蒂人這樣子 到了這麼後期才點的話 其實沒有比較好的感覺喔 我覺得三級木還是可以早點點 對他來說會比較適合一點 畢竟人家都是已經是打這個偏農的 而且人家也是在開農情況下 伯恩蒂人也跟著點這個經濟科技喔 感覺也不是太虧的一個選項 畢竟你正面打不進去 不如就跟著Founder 把這個經濟先搞好會比較好一點喔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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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會請他 看清楚 拍攝 封錮